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讲 直就是要平息心环异乱的心 叫做直 下来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各式各样的想法 就像换电视联系机一样 一幕一幕地散过 有长修经验的人 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那没有经验的人 生活中种种种环心事 心脑乱的难以平静 有的人呢 他会透过各种各样的 不良的嗜好去填补 找一些安静的地方去逃避 不管是用世间的什么方法 到那心静下来 都没有特别好的用处 就一天一天 就被自己的这种 内心世界的这种防乱 影响的 生活也够不好 工作也处理不好 更谈不上自己 身从哪里来 死往哪里去 这人生的这种终极的问题 也无法明白 那么佛门里的子啊 它是一套比较 专业的方法 能够平息我们躁动不安的心 那么这套方法 本来是我们印度的 佛陀的教授 四者大师 用当时随带的这种语言 写成了同盟子官 就是我们要学习 异性的这个版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